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们现在除了我们市政府的财身困满三千多亿的一个负债以外 我们现在的市民啊 我到处这次最近听到我们很多市民来跟我怀疑啊 生活真的是过得很苦啊 因为我们高雄市的薪资非常的低 那如果是双新家庭的话 他两个双新家庭还在负责他们房贷 教育儿女还要在校庆会 还要在生活杂志 大家都是生活痛苦指数非常的高 生活也不愿意快乐幸福 那种种人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几年的每次在一世应该咨询的时候 我最关心的是我们的高雄市的一个年轻人的就业率 学历越高 年纪越轻是可能找到工作 所以在这样一个数字 我们在高学历 然后年轻人他的这个生业率的数字是最高 那我们是期待说现在市长 你久年以来一直是有到两次到国外去行销 我们都看得到市长的一个行销的能力 那我非常认同市长的一个行销 因为在任何的公司企业 再好再大的一个制造 如果行销一定要占低 这样子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才会强壮 那我也期待说市长现在有争取的一个自由经济贸易区 其实能够在我们高雄市设立增加多广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年轻人啊 他能够适合他就业的一个机会比较多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的一个经济开始来发展 那我们市民每天看得到 每天感受得到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好 那我们的工作是 工作机会是很多的 我记得20年前啊 那行销大学一毕业 工作真的是非常好找 到处都是有工作机会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再到国外去打工了 不要再到外地去工作 能够回来到我们高雄市 因为现在高龄化、少子化 那我们年轻人在我们的地方 城市也比较有竞争力 市长请你打赴一下 对于未来我们高雄市民所期待的一个经济 然后我们的一个就业机会 是有怎样的一个承诺给我们的高雄市民 请你打赴 谢谢陈黎珊因为关切 关公司经济发展 那个青年人的前途 其实这个就像一个水库 我们这个水库的水越来越少 下面所有的水龙头打开 流出来的水越来越少 重点 关公司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水库的水增加 这个就牵扯到青年人的就业和创业 我特别强调创业 一个就业一个创业 那如果外商不来投资 我们只能仰赖我们自己的产业 本地的大型产业或者中小企业 以及相关的服务业 以及相关其他的行业 提供就业的机会 但是我判断 薪资不容易大幅提高 而且高雄市的薪资所得的 在六度排里是厚的 是厚的厚 第二 如果外商开始来投资 我们就要自己问自己 为什么外商 或者台商回流 会选择投资 如果我们不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 我们找不到答案 我们就开始发脑伤抱怨 怎么都不来 所以我们一旦问的问题就知道 我们高雄市要加强什么 才能够让外商愿意来高雄投资 或者回流了台商 这是第二个重点 这里除了大家讲的 古通啊 水通电通 人才等等 陆营等等 这之外 我们要自己摸着良心讲 我们包括我们市政府团队 的想法和心态 有没有办法迎合外商来投资 做最好的服务 这都是第三 青年的创业 这一块 我是最担心 一个就业 一个创业 因为青年人有很好的想法 有很神奇的点子 有无限的精力 没钱 因为没有钱 他就没有动了 所以我们青年局 为什么要成立 成立的青年局 很重要的功务 就是创业这个办法 我们希望高雄的死地 将来年轻的朋友 能够在勇敢 勇敢创业的时候 得到市政府 跟社会的资源 让他大肯的卖起 因为这个会带动 将来整个高雄市 各行各业先年线 创业成功之后 甚至股票上市 他可以回备 给投资的钱 另外创造很多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青年的就业 跟青年的创业 招业招商引直 还有开发我们高雄 完成的优点 然后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以及打造一个 冷散阳光的城市 充满了各个不同的要素 就是没有想来高雄 他还想来 来了高雄 他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棒 他开始起心动念 想要投资 甚至想要定局 我觉得这个对高雄来讲 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 就在这里 要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像今年1月份到5月份 来高雄投资考察团 现在统计 已经超过110 110个才5个月了 那去年一整年 未来就是投资考察团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现象 我相信市政府这边 跟陈林甄议员跟议会 我们的大家一起 攜手合作 高雄 插得又光又日又亮 好不好 谢谢 市长请庄 我也期待所有 效果明显的 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那再来 我要在这边跟市长反映一下 现在我们有一些 当然我们的齐林甄议 现在跟迪克帝都在烂售 那这边有一点 我要建议市长 对于这样 我们的高雄市 有一些的一个 小小的小坪树的土地 或者是交杂土地 交杂土地就是说 它刚好是在私人的土地的前面 后面 中间 左右 有小小的 像那个菜瓜 或者像那个 一小块的 那个小土地 十几坪二十几坪的 那一种土地 那这些土地实在是 留在我们高雄市 对我们高雄市政府来讲 是毫无用处 那也是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 整块土地的 那个私人的土地的 一个都市发展的 一个阻碍 那在这里 我要建议市长 该做的 我们就要做 不用去考虑说 爱人山外土地 当然不是大理的土地 漂亮的方正的土地 我是同意市长 说把它留下 因为这些土地 可能以后 还有涨价的空间 那如果是这些 一二十几的小土地 刚好是夹在别人的前后 那等于说 我们也要有一个 亨全我们的一个都市发展 那你留在那边 也是一个垃圾的一个集中处 然后我们也还要在 市政府还要把原力 跟预算还去清理这些 这些彰化 那对我们以后 我们的发展 也停止在那边 因为有时候 我们刚好一个夹夹地 夹到后面夹在中间 这一块私人的这个土地 他还没办法去建设 那后面我们也减少了很多的这个税收 一个发展 我们整个土地有发展 才有税收 那如果这个我们等于是说 就好像我们爱你 你要建土地 那我这个就是阻碍你 没有来成全 那我们市政府 正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应该要去成全 我们地方的建设 像我们现在左营区 大家都知道 就是 也建设了 有机会 我们就马上 那个建设 一直进来 那个都是好事嘛 对我们市政府 都可以有增加税收 所以我请市长 对于这样的一个 这个小坪数小土地 我们应该要释放来纳售 而且我们纳售 我们的价钱也是 又经过委员会的评估 也不是建价卖出去 那我在这边是建议 当然好的土地 我们是丢 那一二十坪的 我们应该要结合的地方 不要当自己在阻碍自己的一个进步 市长经理把握一下 看真的这样 是不是能够把它做一个真正 诶对了我们就去做了 我们这不是在卖出产 或是不是了 市长请你答应 谢谢昨天跟议员的关切 起立地的问题 我已经折成财政局 会同公务局 我们来盘点 的确 要该让手起立地的部分 对都市发展整体的帮助 我们会去做的 那我觉得这跟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要拍卖 祖先留下的土地 留意子 所有的概念是完全不同 这边我们可以统一盘点完 而且为您 在前两次跟财政局长 可以讨论过 你讨论过好几次 我们会去做的 好不好 这是甲小弟 还有交渣 还有这种 池根的小小土地 这一类的 我们统一盘点完 财政局公务局 盘点完毕 之后 该让手 对这个发展的帮助 我们会做出积极的作为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左营区的联石坦 我们左营联石坦 也是我们高雄市的门面 从高铁一下车 就是在看到我们左营联石坦 那最近如果结合我们的左营联石坦 旁边的田路地下化 也包括整个这个公民园区 结合起来 我们联石坦 算是整个高雄市 是观光去最好发展的一个产业 也是最漂亮的 那我们联石坦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建村庙鱼 还有我们的古迹 全部把它结合起来 还有我们旁边有放平山 所以在这里 我也跟市长建立 在我们联石坦 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条件 我们应该要去把它推动出来 做一个观光产业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增加一些 美食街 或者是联石坦的晚上的夜照 夜间照灵灯这么暗 那比如说晚上这么漂亮美景的 一个联石坦 没有办法去那边游玩 所以第一我们能够先改善的 就是说我们的夜间照灵 先把它做改善 然后未来我们的市政府 可以跨局处的 有一个小组 怎么样来针对我们联石坦 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观光产业 那现在很多人都进来我们高雄市 我们这次对我们的经济 都有帮助的 还有孔庙 孔庙那边 我也希望活跨局去看一看 目前的那个摊位 真的是跟我们的孔庙的一个历史 建筑文物博物馆 完全是不搭道的 所以我那边 那个时间的关系 改变我们的长的时间来会合 所以在我们联石坦 这是我每次都会讲到的 市长也可以重视一下 那再来就是长照 我们都知道现在高零化非常的严重 那我个人一直深深觉得我们市政府 我们的政府 台湾政府也好 我们地方政府也好 对于长照的这一块都做的 政策不够的周到 那这三年来的2.0 它是着重在家里的居家照顾 还有我们的在地的照顾 那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住宿式的一个长照 完全是没有帮助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台湾 我们有一个统计 每应付的人大概有2.7人 等于都是小家庭嘛 那目前我们台湾有79.4万的一个家庭 它里面都有一个人 是需要24小时的一个长照照顾 那这79万里面还有30万的人 他是自己在照顾 那等于这30万的人 那就是很简单 他就是老人照顾老人 老伴照顾老伴 要不然就是自己照顾自己 独居 所以我相信到后来每一个人 他除了2.0的照顾是不够的 他一定要到这个长照 住宿的长照去那边居住 那我一个感受很深 今年的母亲姐 我到一个长照中心去 康乃兴 我就跟一个做的那个阿姨 说阿姨你来这里住多久了 她就掉一面 那我心里就知道说 她一定是在这边住的不好 那等于她的品质嘛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年轻夫妇 如果说她要再养育小孩 还要再送母亲到长照 她如果是2万5的 对她来讲已经是她的负担很重了 那这种长照的品质就是不等嘛 有2万5的到4万到5万都有 那我也希望说 未来包括我自己 我都会考虑说 将来游停好了 其实去住那种 那种 那个住宿式的长照也不错啊 因为需要人家打理的有用力 把自己的老伴 让他那么辛苦 或自己的子女来照顾我们 所以未来的一个自住宿的一个长照 我相信是政府应该要去重视的 那在这里我希望说 不管是中央他们推的政策 在这里我希望市长能够成立一个 专闻对我们的长辈 长照服务的一个专责窗口 来服务我们的长辈 因为这几年来 我们常常为了服务长辈 一下子是社会局 卫生局这样子跨局处的走来走去 所以我希望说 第一一个专责的一个窗口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 因为长照啊 它就换得很广 那我每次都会举几个 比较具体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要除了一个 一个专质的一个窗口 再来对于未来我们的一个 长照住宿式的一个空间 其实我们市政府也是要 试着去推推看 我们就把它称为 像我们现在推的一个 亏盈利幼儿园 亏盈利幼儿园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夺 那政府也要推 因为它刚好是在公立跟私立的一个收费的中间 所以我也希望说 未来我们的住宿型的长照 我们的长辈去住的话 他也可以在 可是收入很高 然后他的品质也很好 让我们都住得起 那事实上 其实我们现在每次出门 去看到每个人 他内心最大的压力 就是家里的长辈 照顾的一个负担 我们常常都遇到这些问题 那我希望说 市长你拼经济以外 对我们的长照 也要用我们最大的一个努力 让我们高雄市政府 让我们高雄市你们感受得到 因为之前我们的一个2.0 他是请一个小时来 剪个指甲洗个头就回去了 然后下次又来一个小时 然后放个身 为了换又回去 这个政策是只做半套 那真正能够做到 就是我们的住宿型的长照 那方别的建议 未来我们的住宿型的长照 能够来比照我们 非营丽幼儿园的这样的模式 慢慢去把它做一个建设 那我们的成立 刚刚我也有跟我们贵産局 跟社会局 做一个比较通话 我们要朝向这样的一个 专责窗口 让我们的长辈服务 就是一个窗口就好了 管任何事情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广设日照据点 因为现在这个广设日照据点 这三年来 以我的观察 是对我们的长辈 最实惠可以受益得到 不管是你早上去成立据点 或者是我们的社区等等 现在楼桶是有成立一个日照据点 那因为日照据点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的长辈 我们不用给他送到长照去 跟我们相处在一起 享受英文吃的 然后我们上下班 我们上班的时候 就把长辈接到我们的日照去 下班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捡回来 那这样我们一年来 做了十年二十年 他认为说 他也是有照顾到自己的长辈 如果他这个是要在健康的潜力之下 如果说他无法治理的话 那他就没有办法来做一个 在这个日照据点那边去做一个服务 那所以在这我请市长做一个搭访 对我们长照未来 在我们市政府这边是 是能够很重视的去把他做一个退款 谢谢主席机长 也谢谢申立坚议员 对长照长期的关系 从以前过去关系对长期的设立 到目前对这个长照的部分 那刚刚在会前的时候 我跟卫生区局长一起 我去跟你报告 就是在这个 今年1月1号的时候 来在市长来协助主持之下 那目前未来在整个长照 整个都会包括经费的力 都会移过到卫生区 那我们已经把今年26度的预算 以及相关的人力做移过 那未来卫生区在这个部门 先成立长照管理中期 那未来卫生区是一个 更新的一个管理站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关于目前的长照 以高雄市来讲 的确我们需要照顾的一个 关怀的成年 目前的速速型的机构有154处 但是这些长照机构 他们面对的其实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整个营运成本 是比较高的营运成本 所以就变成是 对这些需要去拖住的这些长者 所以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也在日行协助 甚至我们台湾长期照顾协会 来协助他们 来支援练习法 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协助他们来 在这个部份 取得从相相关的一个辅助 再随便会的部份 可以用于 有设置一个日照中心 所以以高雄市来讲 我们在38区 一个会有38区的一个日照中心 那每1万会增加2 所以我们从整体来讲 必须要有55处 45处的基本目标 那目前已经设置了32处 那今年预计会达到40处 这个日照的部分 我们来把它完成 但是就如这个议员所讲的 其实我们现在 在概括这样 那个 那个 双心的 目前的年轻的这些 为人妇妇的 左右两边的这个 重担就是 欸 照顾起动吧 所以大家就能够生 按照顾 所以未来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 要来协助 那在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 牙健康时代更是需要 去关系关怀 因为牙健康时代 那是没有人 能不能让他 活得长寿 那还要活得健康 所以刚刚毕丁律 工华协会看到 一个一半 公协会出了这几天 那我们刚刚说 那怎么能够 跟人交通那里 我们觉得 我们身为子女 真的就是 这样的责任 所以在牙健康时代 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 社区关怀拠点的部分 我们目前 有278处 平民投标是350处 那在西行下 用照顾拠点在关怀 4至4人 目前我们 设置已经 达到150处 目标是能办 210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六部 都是可以说 在这部件的部分 会非常的 整个 都是六部里面 排名最前面 所以未来 在这部份 我们也 把相关的 后续的工作 来协助 医生局 把整个部分 把相关的面向 把它做好 但是 从医学的一个报导 其实 建法要把它降低 之前这两个老师 他送了一本书 他说就是 来自于母亲的教育 那最近 欧洲很多的报导 说 不用那么让我们 藏着恩惠球 化的健康 就是要 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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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如果班次会来这个部分 去加强 这样战略 很健康 蓬勞 总统要 我们现在 你刚刚讲的时候 我们对于认照 很多的努力 这个是 我们都很肯定 是足够的 那现在我们对於 刚刚我提到 就住宿的一个长照 我们是不是能够 在地方上来推看看 就像幼儿园的一个 归幼地 幼儿园 它是建立在公益 跟施力的一个收回的中间 其实这一块 只是将来我们的 要去推特一個政策 是 這個人做法官 所以建立要先包括整體的考驗 包括土地的取得 所以我們其實按照剛才所提的 我們在鎮子路跟滑下路 一台北北長期 其實就可以辦法做公認 基本成功是做住宿型的部分 基本成功是做日間照顧 過去是VOT 所以一直三次流標 那我這兩個財政局的樣地 就這樣想辦法 這個快遍往身上 可以以分開標準的一個方式 然後一個面向往這個方向 所以以上沒有做到 謝謝 那我也是希望說 因為廠商這個政策 是一直在做一個推廣的 是一直要在做研究 能夠讓我們長輩過得更好 那再來我會提到的是我們的環保局 環保局我們現在清潔隊員 他每天都是要負責 高雄市的一個環境衛生的 一個清掃工作 很辛苦 因為我每天都看到我們 環保局的清潔隊員 包括我們的分隊 人員都不夠 那每天的工作量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賞路了 然後賞路包山包海 還要再消毒打牢 我們清水溝 只要是什麼事情 只要是遇到 滷邊的什麼事情 我們第一個動作 就是打到我們的清潔隊 所以隊員這個也非常的辛苦 那最近看到 我們很多隊員 晚上在追垃圾車 他們的動作力過 我們都感到說 實在是在我們的清潔隊員 有一個健康方面 我們一定要去 給他們去考量 年紀太大了 也要去替他們考量 因為各社車 他在 他這個環保車 受垃圾 他在外面 車外是 車後是站在那個平台 也是要有腳力跟手力 才拉得住 才安全 所以不在我們的清潔隊員來講 他們真的是 第一 他們能力不足 第二 我們都知道 都高齡化了 當然年紀都很大 再來 看到他們的健康 也是很多人 常常跟我講說 他們健康怎樣好 也是健康 因為做久了 勞力 所以健康方面 也都是有問題 所以在這一次 我也希望說 局長 我們 當然我也知道 我們市政府的一個 經會是很有限 我們應該要去 各位去節省 那如果以我們38區來講 我們的編制人員 只有3251位 是不夠 是不多的喔 因為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增加 況且是現在 我們在108年到111年的時候 準備要退休的年齡 就有660幾位 加上現在的缺額 加一加 就有850多位 然後再100位 接到登革樂的一個防制隊 等於不足的將近1000位 那你想一想 我們少了1000位的工作人員 一家公司 多少兩個人 看他們整個這個運作 每天就很吃力了 況且我們整個高雄市 是少了1000人的一個清潔隊員 應該要快速的去 把他們照顧進來 不要再拖時間 因為每天都是要做的工作 不能叫他們這樣子 硬讓他們去加班也不好啦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在這邊我有點建議 目前我們還有300多位的一個臨時人員 那這些臨時人員 他們就是早期進來的時候 之前是有兩批臨時人員 他們就這樣做 做久了 他們就考試 然後就進到正式人員 那他們這段時間所做的一個清潔工作 跟正式人員 大概他們的薪水 可能是同工不同酬 他們也願意做 他們說 反正我現在做 將來我如果有機會去考的話 那我的這個薪水也可以增加 他們大概用這個期望 所以兩萬出走的一個清潔工作 他們也願意做 重點是他們期待有一天 如果我們的環保局 在考新建人員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優先的機會 所以他們在做也是很打拼 他們的這樣的一個努力 也不會輸給別人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期望 擔心害怕說 這一期我們早上的人員 是不是能夠像這麼優秀 他們也做一段時間了嗎 如果以公平公正來講的話 第一點他在我們清潔隊裡面 也付出一段時間 很利息的一個工作 再來就是說 他的熟練度 他也是可以比起新手 他更熟練 以這樣的條件種種考量 是不是我們請市長 有什麼樣的一個設計的一個辦法 讓這些民事人員 他們有能夠優先來錄取 這個我也希望說我們環保局 因為畢竟他們是勞力的工作 環保局長你答應一下看 對於這樣的一個招保人員 是不是能夠有其他設計的一套 也要公平嘛 也要公平 然後也讓他們有一些機會 請你答覆一下 來 總統 請假設 謝謝議長 還有謝謝陳議員 我想 這個 我們清潔人員的能力不足 這個是很長期的一個問題 雖然能力不足 但是我們的清潔隊都很認真 在這個我們相關的這些工作上面 無論是這個打撈 或者這個這個這個 垃圾也好 清水購也好 或者是垃圾車 所以垃圾也好 都是很認真 我對他們也是非常感激 那市長也很關心 這個清潔隊 所以這個 上次也有指示 我們這個 未來在這個招保的後人中間 還是以公開招保為主 但是對於我們現有的這些臨時的人員 也有一定的方式 來讓他們能夠看到他們的名字 或是他們的表現 加分的安排 我想這個 我們會照顧 這都是我們清潔隊的這些隊員 我們也是這兩集 請議員 請說 謝謝局長 能夠有討論到這一個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說 你能夠設計一套 有怎麼樣的 一個公平 又能夠考慮到他們這段時間 都有一個付出 那是我們的國民運動中心 國民運動中心 其實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建設 因為我們也是要鼓勵我們的市民 他們對這個運動有一個 成立一個習慣 我們現在高雄的一個運動公園 就是很風行 我也希望說從我們的公共 市政府這邊來帶動 讓我們市民大家也喜歡運動 那運動當然也是要有一個設備 那我們的運動中心 如果是能夠在人口集中 或者是在交通方便 那在這邊設有一個運動中心的話 那對我們的市民來講 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那這個運動中心 我都知道 它有六項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項目 就是溫水的游泳池 還有一個籃球場 比球場 運動球場 運動球場 運動教室 還有我們的體事人的這個中心 那這樣的一個很完整的運動中心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現在左營跟籃子的人口 一下子增長很快 那我們都是希望運動從年輕就開始 然後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比較的規模的一個運動中心 那在這邊我也希望說 在我們籃子區裡有一塊土地 是在旗南東陵路 那一塊土地 是我們這裡 裡面已經有這個運動項目在裡面 自由車場、射箭場 還有射擊場 都在這裡面 那這塊土地 它是有遺忘的前提 非常非常的大 那如果能夠在這裡 剛好是在我們高速公路的旁邊 那周邊現在 最近這兩年大了 蓋很多人一直進 如果能夠成立一座這樣的運動中心 那我想就是 未來是有必要的啦 因為大家我是請我們 那個 答案一下 好 好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謝謝總議員長期關心 有關 藍子運動園區的一個 組件的委員 有關運動園區其實 我們已經啟動整個的規劃 那比如說 利安所講的真正跑道的部分 我們整個園區未來會把 冰牆 或者車廂推動會 鼓勵 讓我們一般的市民 可以在那邊 做散步 或者跑步等等的運動 那有關 運動中心的部分 其實就有我們那一塊 我們 不知海派的 我們既然到中央去增提 那 技術那邊是說 他們連頂會推出新的方案 未來我們把我們計畫完成以後 我們會去向中央 爭取這一部分的計算 我們希望男子運動園區可以提供 如議員剛剛所講的 更多的市民去親近 也有專業的 也有一般運動的 這個樣子 來增加我們高度市民的一些健康 以上報告 好 請坐 市場是不是有了 有市場 我們看到 南子區 南子區現在我們都知道 現在這兩年發展非常非常的快 高雄市有幾個轉運站 已經都有成立了 那這個六個轉運站 現在是在旗山 有一個 鋼山有一個 還有我們小港也有一個 高鐵有一個 還有我們高雄不測站也有一個 那我在這邊是建議市場 在我們南子區 因為南子區也是 現在是正在發展中 那土地補免也非常的大 那我們的大學的校園 也都是在那邊 高速公路 還有它的東南西北 都有很大的一個 各區的一個光光景點 在我們沿海公路 有沿中港 還有我們的 這個 葛梁 還有豬瓜 往東 也有我們的 美濃齊山 所以在南子 在往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現在叫一個捷運 已經也是開到我們的路主 所以在 我希望說 因為在我們 趕紙要到左營這一段 我們希望在這中間 能夠有一個交通轉運站 比如說我們現在路主 我可以把車子開到我們的 現在我在這裡 我應該鼓勵 是在 監禮站的旁邊 我可以在 路會公園旁邊 這裡 可以去評估看看 德明路跟高蘭東路口 這個面積大概有5090匹 那在這個地點 你可以去考驗 做一個交通的轉運站 從 岡山 從 橋頭 我們來到 我們的南子 我們現在可以把車子停在那邊 然後再轉車 或者是要去做一個 一日遊的 我們也可以 可以在那邊轉特運車 或者要到高鐵的 也可以在那邊轉一個 轉運站 一個特運車 因為這是未來的趨勢 那現在我們的橋頭 其實正在變成房子 越來越改越多 如果在那邊有匯集一個 交通轉運站 我們都知道 交通到哪裡 我們的發展到哪裡 那那邊勢必 對我們整體的發展 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我是不是 請我們的相關單位 來做一個評估 因為現在南子 非常的寬廣 但是他對一個交通 我們有一個集中 集中力 集中力是在哪裡 那所以在這樣 剛好他也是在旁邊有捷運 這個可以做一個考量 那我請相關單位 可以回答一下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對這個轉運 盤子轉運中心的這個關心 我想 目前的話 的確 我們是 就是有 有在考量 我們現在 目前在轉運 在魏公園 四澳通過 下方的位置 已經有一個 大型的轉運 設施 目前大概有 大概有 十條風車 目前跟 每天大概有185個班次 那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 如果整個周邊的這個 移入人口 或是什麼 產業發展 或是社會的經濟活動 比較活潑的時候 我想我們是可以來評估說 跟公務局 或是公務局 來評估說 這個 目前在外地 裡面有做一些 比較大量的開發 你評估看看 評估看看 因為在那邊的發展 你們都知道 未來那邊是一個 重地的發展 公平還很大 然後 如果輸大 我們已經進去了 包括未來的產業 在橋頭 在那邊 科技園區 可能未來的發展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 世界的領估 請坐 那現在這裡就是 這個是常常有長輩 在跟我講 他們的建議 是說我們的 東車編號 東車編號有30 這也是跟我們交通局有關係 所以你到我的請教 301A跟B 301A 301B 然後他們很多 其實不是一個長輩 在跟我講 為什麼 這個燈車的編號 還要加上英文字母 讓他們都搞不清楚 他是不是能夠把它當純化一點 應該是對你們來講 應該是一個 業務上的一個調整而已 可是在我們地方 因為公車現在做的長輩 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的要求是說 讓他 讓他可以再更簡單 當純化一點 他這個A跟B 是不是務必要留在這個 燈燈裡面 可以打破一下 謝謝議長 謝謝參議員 因為 的確 因為301A 剛初就是連接這個 加倉站到高雄車站 那B的話 算是因為他是區間車 因為這段路線量很長 因為他是捷運之前的先導公車 那301B的時候 就是從左營站到高雄車站 他主要是要 一個是區間車 一個是診斷後行駛的路線 那我想 比較補善的方式 可以讓市民主更能夠墊底 好 請 其實這個可以 單純是越單純便好 因為不用把他短路的部長 那我們現在大陸的鋪設 非常謝謝我們市長 最近很多的道路都把他分析 在重複 所以有 其實我們現在要統計的話 真的很多的國有路 都是二十幾年以上 那我希望說 如果是很嚴重的 或者是二十幾年 聯名輪很久了 是不是也可能優先來做一個逃互 就像我們鎖營區的 新上街 新中街 新下街 你看 他這個 這三條街都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整個冷孔蓋 這麼多 這麼多的冷孔蓋 一二三四五 這個 從這裡 短短的 大概 一百米 裡面就有 大概有 三十顆的一個 一個冷孔蓋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的冷孔蓋 這個路怎麼使用 那這個冷孔蓋 他不但是有愛瞻瞻 他如果騎機車的話 又不滑倒 那下雨天的時候 大家在這邊 也不敢 不敢這樣值得騎 他就這樣彎來彎去的 就是上過這一些人口蓋 三條街都一樣 那這個我也是有建立過 我希望說 是不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處理 這個請副市長答案一下 副市長答案一下 副市長 謝謝議長 謝謝陳理人 這一個我看的圖片 這個應該是以前 大概比較老舊的設計 污水桿的人 蓋比較多 佔了 那這一個我會來 跟史理姬跟郭婦姬 我們來檢量 如果沒有必要的 那我們就把它蓋掉 就是 原則上如果 不會影響到 我們的維修管理 那我們就先把它下雨 大概我們來做這樣的處理 好 那副市長 上次 我有跟你提過 就是在華夏路 337巷 337巷 還有一個沿道 沿道 沿道可以通道走路 車站 這個事情 這個沿道的話 包括那種地方 我們也會來做這個 這個應該沒問題 對 我們也會來檢討 大概這個 所謂開通的那部 有個 也許 沒有辦法像你講的 就是直接讓我走路 大概是稍微修正的這個部分 但是還是會爬到 找求的 他可以直接 就可以走到我們的走路 車站 請坐 我們希望 因為這個 這一條路 他不用徵修 他只要把它 做一個私工而已 也不用 不用再做什麼徵修 那現在我們就是 膽子區的火車站 因為最近很多的一個 兵役都是在這邊集合 然後做火車 幫他們的一個單位 去一個 補兵役的這個一個報告處 我在這邊要建議 其實我們的火車站 都有一個 歷史的一個回憶 那這個樣的火車 火車的一個建築物 我不是說它不好 或者一定要 要怎麼樣去做 但是起碼 這個 藍寺現在的發展 非常的快 那你們這邊的交通 也是都靠這裡的一個 據點 那我們火車站 也都知道 在地方上來講 它是一個發展熱鬧的一個重要地點 我希望說 這個火車站 是不是能夠做一個修善 最快的方式 做一個修善 因為火車站 這個火車站 跟我們現在講 藍寺這個發展 已經很不搭了 很不搭了 它是整個裡面 我看到裡面 這是從這裡 從這個火車站 到左邊 到左邊 它這邊有一個洗手間 然後你們看到裡面的洗手間整個設備 它非常的老舊 是不是能夠先做一個修善 跟相關單位 跟相關單位去做一個聯繫一下 做一個修善 剛剛看到我們 這都集中在這裡 我們洗手台 還有外面 還有裡面的設備 還有裡面的椅子 全部可以再做一個整修 這個會不會有什麼困難 那個副市長請您訪問一下 請您訪問一下 這一個產線 也許是給入籍的 可能我們還要去 需要給他們 給入籍來做一個協商 如果能夠他們願意 或是我們可以協助的 這個都會我們再來做一個處理 好嗎 請坐 我們再來看到 現在有一個共同市的公園 我覺得說在我們高雄市 我們現在看到共同市的公園 會比較少 可是這個是大家最喜歡的 尤其是在我們左營區的福山裡 有一個公園 福山公園 那這個福山公園 在周邊的大樓非常的多 它當時的這個都市計畫 它的綠地是非常的少 等於說很多人 就能夠使用這一塊的一個公園 那這個公園 目前有一些植物 都不是很適合 也不是很受我們視頻的歡迎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把這一塊公園 把它做為一個共同市的一個公園 那共同市的公園 那共同市的公園 如果是這一塊做起來是很受大家歡迎的話 我也希望說我們高雄市 有幾個比較老舊的公園 都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改造 那共同市的公園 他就是說從零歲到九十九歲 他都有他玩的一個設施 當他 尤其是現在有些小朋友 他可能有一些身體上的一些問題 他可能有需要一些設施 來練他的肌肉神經 那家長如果帶小朋友到我們公園的話 他有一般的一個玩的遊戲 然後也一般我們可以讓小朋友 適合他們去玩的 還有長輩還有我們青少年 所以一個公園的 現在尤其是左營區 他現在的一個公共設施非常的少 公園都非常的寶貴 那我們現在的婦庭公 部國公園 我們看下午四點的時間 民眾非常多的人就在那邊休閒 所以我們會感受到 如果公園我們規劃的好的話 這個是我們的使用效率會很高 那現在我們就是在大樓裡面 也沒有什麼可以走動的 那長輩也好 小孩 家長帶小孩也好 他也就是要帶小朋友到樓下下來 來做一個有地方的聚成量 然後休閒的地方 那像這樣的一個公園市的公園 是不是能夠請部市長答覆一下 我們是不是能夠先第一個先坐 然後未來 那個美揚公處長 我們公務局長 公務局長答覆一下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對共同市公園的關鍵 剛才議員有提的 我們湖山公園現在已經決定在做了 而且我們也用公民參與這個方式 我們來跟基隆來討論 我們討論有一個共識的地方 我們就會依照我們的討論結果去處理 那第二就是我們也會在檢討 包括剛才議員建立的所謂路口公園 或是比較適當的地方 我們再來看你們的見位 再來檢討 再來珍重 那上次我有提到的一個 國外陸的福林公園 那一塊的改造 現在進度如何 那個更業 福林公園 我們現在養公司 已經在做規劃設計 那到時候看什麼時候 可以萬工在一起 跟前養公司的更業 來做我的報告 好 那是不是能夠有快點一個回覆 不然民眾在問我們 不曉得我們的進度到哪裡 局長一起 原則上年底前都會完成 年底前 好 那我在這邊要請教我們林政局長 因為我們現在在新庄地區的人果樹 非常的多 那我們還有一個 左營區公所的第二個辦公室 在立信路22號 那這個土地其實在那邊 也是非常的 土地就是非常的寶貴 一定難求 那那一塊地 當初是只有蓋二樓而已 然後它蓋二樓那時候是 就是一些活動中心 可是後來 因為我們的人口數越來越多 那我們的這個 控制的辦公後了 又分第二個辦公室 來到我們的立信路22號這裡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我們的 我們聚工所的職員 也做一個辦公室 然後又有一些資料 所以整個都擠在一樓 那我們就剩下二樓可以 可以在那邊活動 那二樓要活動的話 都很少就要登記 比如說 一年下來要做什麼活動 那現在可能 要在那邊辦喜宴 辦請客那個都排不到了 這剩下可以上課 演講 或者是一些我們社區裡面的 一個活動而已 那我常常在想 因為實在我們當初 在新下雨、新中雨、新上雨 新光雨 這四樓裡 因為那時候蓋那一塊 國動中心的時候 人口數到現在的計算 已經增加四倍以上了 在當時到現在 我們的符合 我們的使用符 都不符合使用了 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那一塊地 只有蓋二樓也很可行 對面都蓋十幾樓的大樓 那是不是我們 因為現在也找不到 任何地方 可以拖出來活動中心 那那塊地如果 是給他再增建 再蓋上去幾樓 或者是增加電梯 這樣是不是可行 你可不可以去做一個評估看看 謝謝理長 謝麗玟 我們第二部所關公司 上次我們去看的時候 其實就在評估 因為現在連部所使用的空間 都不夠了 那邊的人口佔了整個左營區 剛剛議員提的 包括服務三菜工 整個新上 新下 新中 還有新光 幾乎佔了左營區 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了 所以那邊 我們真的有在評估說 是不是有機會 跟社會局 一起來研理 改成綜合服務的福利中心 或者說 二樓的空間要怎麼來改善 那另外我們也跟社會局 上次在討論的時候 也有提到 是不是我們來尋找一些 閒置空間 看怎麼把一些公共空間 讓我們的活動中心 或者社區中心能夠整合 因為我們新光 還有菜工這邊也蠻需要的 所以我們這邊有在做進行規劃 可是如果裡面有再蓋上去的話 你怎麼規劃都只有一二樓 也不夠用 所以我們在研究的過程 不是只有一二樓的那個改善 我們是整個考量 是不是那個空間的地 足不足夠做 做有一個綜合福利的服務中心 因為旁邊整個要看 我們要 未來是做多功能的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評估 你有辦法再蓋上去嗎 或者你有沒有從那方面 我們現在正在評估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行 那因為我們現在一併評估 包括我們 菜工裡還有新光裡的閒置空間 是不是有機會看怎麼調整 那如果在預算的範圍內 我們會來做統一的規劃 那看是針見比較可行 還是原來的空間擴建 另外再找一個 成立一個綜合福利的服務中心 同樣那塊地嘛 RBC路22號那個地點 好 我希望說在你這邊有一些做法出來 因為每次建議很多次了 也都是一些都沒有什麼進展 那再來我要請教我們水利局 水利局長 我們水利局啊 現在都為了這個後面的物後溝 污水排水 加入監管這個部分 真的是很頭痛 為了五公分 為了八公分 六公分 七公分 將來的問題也很大 那我們在地方基層圍 這幾年來就為了那間屋後溝 在那邊會監管 在那邊一直拜託拜託 所以我希望說你們就是把它換換你們的標準 我不曉得你們為什麼堅持那幾公分 那事實上我們也知道嘛 有比那個公分更小的也是有私工啊 那為什麼其他的就是不一樣的一個做法 水利局長請你把握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個問題我一直被問到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需要一個七十五公分的寬度 這個是一個私工的空間 而且它是一個主要就是 我們家來的通工 家來的維護 他所需要的 他會想說有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個人來處理 對啊 這存在有夠多問題 這反應大家 反應很小 如果人的 因為時間就這麼做嘛 如果人家這樣計劃 那人這麼適合 這樣便利大家的空間 我又不斷就這樣了 好 好 好 謝謝 好